生活APP 分别走访了纽西兰的奥克兰 以及威林顿等几个地方 那么呢 他们在一个月的行程当中 不但深入体验 跟台湾同为海岛国家的 纽西兰原住民文化 而且呢 还透过所谓的穷游方式 以最节省旅费的方法 来完成这趟旅程 究竟他们在这一趟旅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体会 而在过程当中呢 他们又遇到哪些惊险的状况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成员之一的吴燕心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 燕心你好 嗨 大家好 是 燕心你们这次提出的计划 是纽西兰海外体验学习计划 那么可以请您先谈一下 您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纽西兰呢 当时候我们之所以选择纽西兰 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 在国外哪些国家 它同时有保存文化 发展观光 同时又可以兼顾生态保育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想到纽西兰 为什么纽西兰 您刚刚讲的那几个部分 他们做的是特别好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当我们想到纽西兰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它的毛里文化 那同时会想到 它有非常干净的环境 所以针对这两点 我们认为台湾也有 所谓的原住民文化 那同时也有漂亮的景观可以看 那如果我们要去见习的话 是不是可以选择纽西兰 当作是我们想要参访的地点 那你们都是第一次到这个纽西兰去吗 还是 是 我们是第一次 那你们这样子应该事前 做了很多这个准备的功课 比如说你们这个计划的部分 你们是怎么样去规划你们的路线 我们一开始的话 其实规划路线我们只挑点 因为我们本身钱不够 而且时间有点短 所以我们就选择所谓的 像是奥克兰 还有罗托鲁瓦跟威林顿 三个主要去纽西兰 可能会去到的大点 这都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毛利文化 跟自然景观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吗 是 像是奥克兰的话 是因为它有水上活动 然后我们觉得台湾也是海岛文化 那是不是它那边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威林顿的话就是他们有毛利人的社区 那我们会去毛利人社区看一看 最后是罗托鲁瓦 罗托鲁瓦它是因为最有名的是 它有很多的毛利文化村 所以我们想去那里体验 然后久一点去那边跟真正的毛利人一起生活 所以你们有跟当地的原住民生活过一段时间就对了 其实我们有这个计划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接洽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变成只能够参访 是 不过我有读了一点资料 发现你们这一次的纽西兰这一次的体验 你们是用所谓的穷游的方式来进行 穷就是那个贫穷的穷 我会请你谈一下什么叫做穷游 其实我们当初定义为穷的理由 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费都是自己打工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钱得来不易 每分钱都是血汗钱 想说如果我们告诉自己 我们在有限的经费之内 能够将一个旅游 就是善进他旅游的 好好享受旅游的每一分钟 然后这就是我们所谓定义的穷游 用最节省的方式 然后玩到这个自己想要体验的部分 对 然后越贴近当地生活越好 那你们这个事前准备打工的费用 你们筹备了多久 应该是说我们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花什么钱 然后从高中开始打工到现在 大概也积了 大概有一些资本可以让我们做其他娱乐性的消费 然后学校也会有提供一些经费让我们出去 所以这是主要我们会想要去纽西兰的理由 是 不过我在资料当中有看到 其实你们在出发之前 其实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 当然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筹措旅费的部分之外 在你们去当地之前 你们事先有没有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部分 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 我们主要准备的话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个是交通 再来是住宿 还有饮食跟景点 因为这就跟我们在当地住吃喝玩乐有关 那交通的话我们是选择廉价航空 到了当地之后我们是选择比较有品牌的 像是inter city bus就是他们的国营巴士 因为他们的inter city 他们有所谓的wifi可以用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到当地去买他们的 比较昂贵的手机网路 然后住宿的部分我们就是选择用背包客栈 那在背包客栈的话呢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安全便宜 而且又有厨房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烹饪我们想要吃的东西也比较健康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认识非常多的人 像我们在那边就认识一个印度的朋友 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聊了印度的文化跟台湾文化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住宿点跟交通 就是我们会借由交通到某一个点 然后从那个点再到住宿点之间要怎么去 这件事情其实是自住旅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部分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然后最后饮食的部分 其实我们是有自己带了一些海带牙 或者是咖啡葱泡包 还有玉米浓汤包 就是如果我们到时候没有钱可以买当地的食材 我们会去他们的大型超市去买东西自己住 那如果没有钱的话 我们就会用这些葱泡包来喂饱自己 所以你这趟旅程真的是精打细算吗 那你们那个行程是怎么安排 每天的行程呢 每天行程的话 我们一定是签订当地的所谓的车票 然后就会知道说我们应该在哪个区间 会在哪个地方 然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询问当地人 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哪里玩 就有问 然后再考量一下天气心情跟身体状况 然后我们会在出去玩的前一天 才确定我们隔天要到底要到哪里玩 你们是问当地人他们推荐的一些 比较值得去体验的地方 同时我们还用网路 就先查了一些地点以后 去到当地的时候再问一次当地人推荐的 这样两相比较之下才能得到出最精简的 那我相信你们一定玩到很多这个 不是一般观光客会去的地方嘛 对不对 你们这次是透过行脚的方式吗 是的没有错 那应该很累吧 对啊我们大家都瘦了大概五公斤吧 去一个月瘦五公斤 因为我们真的完全都在运动 那你们这样会不会时间上面也花费很多啊 我们通常都是早上六点起床 然后七点出门 到晚上十点回来 然后这区间全部都是走路 或者是搭公车 六点到十点 这个真的是体力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难怪会瘦了这个瘦下来 不过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纽西兰的印象 大部分都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多台湾青年会到当地去打工度假很多啦 但是呢我读到的资料当中 其实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心得分享里面 你们有提到很多跟当地人相遇的一些过程吗 那我可以请你分享一些您自己个人比较难忘的故事 跟当地人之间我觉得最难忘的是 因为我是台湾原住民 我是台湾族的学生 然后我们有一次到了奥克兰的博物馆去 他们有就是所谓的文化展演 然后台湾的表演者结束表演之后 有一位就是他们那边本地的毛利人 就走到前面去跟前面的表演者拥抱 然后互相比稳 他们在彼此感谢说切切你今天这么努力 然后让我们的文化再次被大家看到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因为如果我自己去九州文化村的话 我可能连跟表演者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更何况是给他们一个鼓励的拥抱 我觉得他们的传承能够这么的被人继续做下去 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被肯定都被鼓励 带给一个很大的冲击吗 其实真的是蛮大的冲击的 然后另外一个很深刻的 应该算是其他到纽西兰居住的一些学生 他们之间的相处 像我们在那边遇到非常多德国学生 他们会有所谓的Gate Year 就是从大学毕业或者是研究所毕业 会有一个完整的空的一年 那他们会利用那一年在国外生活 然后自己找工作 自己养活自己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独立 因为他们是自己一个人出发 然后在当地结交朋友 大家在一起结伴做一件事情 这就跟你在台湾的生活经验很不相同 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们的看法会比我们还要多 比如他们会觉得说 学生不一定一定要一直读书 然后他会希望自己在学业瓶颈卡到的时候 能够抛下一切事情就到国外走一走 因为到国外的时候 他们会想尽办法跟人接触 他们不会害怕说自己英文到底好不好 他们就是讲 然后肢体语言 然后交相几个笑话 大家的脸部表情做一做 就会交到朋友了 那这是我们台湾学生一直无法突破的地方 我们就会觉得说 有点紧张 如果我文法错了怎么办 其实不会 因为他们讲英文说实来也没有我们好 但是他们却利用很丰富的表情跟肢体语言 让我们知道说 他今天是想跟我们讲话 那我们要讲什么主题 也可以借由一些字当中去慢慢学习到 不一定说一定要非常会讲英文 那这就是我觉得 我在那边感受到的比较大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死读书 他们是真的在体验生活 对不对 对 不过其实我在你们的分享的心得里面 我看到有几个过程都很有趣 比如说你们在 好像是你的伙伴 他是不是掉了手机 是我 是你掉手机 对我掉了手机 那次是不是也让你吓坏了 我完全被吓坏了 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资料都在手机里 然后包含行程 联络电话紧急的什么都在里面 照片也都在里面 我们每次出去玩都会有一个人负责记录文字 一个人负责记录影像 对这样分工比较快乐 那次掉手机比较幸运 是因为我有被华人的伙伴捡到 然后他打电话 跨国电话打给我妈 所以我们才捡回手机 不过其实我在这个你们分享当中 有看到你们有这个搭便车的经验 这个在台湾也没有的吧 对搭便车这个经验其实非常有趣 这个主要是另外一位伙伴叫嘉玲 然后他之前有先去一趟校外有申请到交换 所以他有去一趟欧洲 然后在他去的时候他就学到怎么搭便车 比如说搭便车的时候呢 你要将你的手指指向你要去的地方 然后同样的有人停车 有人不会停车 所以这在磨练你的耐心跟毅力 还有你的面皮的问题 就是你的脸皮厚不厚 面子问题 那他那一次比较特别的经验是他遇到一位阿姨 他完全免费的带他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那他回程的时候就遇到了愿意载他 可是要跟他收钱的人 所以搭便车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 别人可能会跟你要钱 那你也可能会遇到完全不想收钱的人 其实他是有资格向你收钱的 因为我们就是搭了这档便车 所以我们两个之后讨论下来结果就是 除了你搭上便车之后 你还要慎选你搭车的对象 如果那个人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友善 你可以其实不要上车 就慢慢自己走 再等待下一次的美好机会 所以你们这样子经验下来 这个当地人算热情吗 反过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你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外国人举手 你会停下来吗 很难讲啊 有的人可能就是 很难讲 对啊 有的人可能就是热情愿意载他们一程嘛 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陌生人他也不敢在 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其实你友善跟台湾非常的像 然后我们在旅途当中 遇到两个留着大胡子的男生 他们两个也说想尝试搭便车 但总是被人家就是笔中指 是 所以真的有时候是看机运 跟看你的外表 两个女生通常真的比较容易搭上车 但是你们这个老实讲 心里会不会怕怕的 非常害怕 所以我们一定会挑对象 是 那你们这一趟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惊险的状况 我们比较惊险的是我们在纽西兰 我们听说纽西兰很适合骑脚踏车 所以我们在罗托鲁瓦的时候 有租脚踏车到附近逛逛 那纽西兰是右驾 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说 遵循着上面的脚踏车的标示走 会比较安全 但殊不知并不是 你一定要自己看左右来车 因为在纽西兰的话他们的快速道路的话他不会有红绿灯 所以你要 离让右边的人先走 嗯哼 然后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常常遇到右边的人不让 然后我们就差点被撞 你说执行人要让右边来车就对了 对我们会先离让右边来车 然后他们开车就非常快 所以如果不了解路况的话真的很容易出错 所以你有差一点没有被撞到吗 对我真的是三次吧 哦这么多 因为家里他会看路 然后我再看那个标示 我想说就按照标示走最安全 嗯哼哼哼 对对对 不过还好有惊无险啊 这可能是习惯的问题嘛 这真的是习惯问题 可能我们这个对当地的这些交通的规则 或者是他们习惯真的是比较陌生一点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啦 对啊 我们想说已经适应两个礼拜了 看看来试一下骑家车 结果还是不行 对啊 一开始还一直被大卡车拔 然后我们两个就越骑越紧张 是 不过呢 其实你们刚刚有 我们刚刚有谈到 其实你们这一次海外体验学习的计划 其实你们自己筹旅费嘛 那教育部也有补助一点经费给你们 但是就我知道 教育部给的经费其实是真的很有限 我会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到纽西兰之后啊 包括你们的吃住啊 还有这个语言问题啊 你们是怎么样解决啊 你们是真的都斤斤计较吗 资助比较吗 对我们资助比较 每天晚上一定算钱 而且算钱包剩多少钱 然后我们会预计明天大概可以花多少的餐费 因为我们就是去只带了多少 一千还两千 两千块欧元 是 就是把它平均分餐 看我们吃饭的话 大概要花多少 那每天大概多少经费 然后还有包含就是要卖给家人的钱 我们先算在外面 就都全部都包含在那两千块里面 然后我们整趟旅程下的话大概花了四万到五万之间 是 你说台币吗 对包含机票啊 跟所有的东西 你说大概台币的四到五万 对台币最多五万块 那你们这样应该还好吗 没有投资吧 没有投资 一定要控制 虽然说很痛苦 真的 对 我知道看到你们还要吃泡面 自己开火等等之类的嘛 对对对 不过你这趟当中 你刚刚有提到你自己是排湾族的嘛 那你有这个在检介当中 你们的这个活动检介当中 你也提到是 台湾原住民呢 遇上纽西兰的原住民 那我相信就是你想要去体验 他们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啦 我会请你谈一下 你对当地的这个 纽西兰原住民文化的观察是什么 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的 其实毛利人真的对人非常的 他们对他们自己身为毛利人这件事情 很以你为傲 是 那像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遇到很多同学 他不会告诉你 他是原住民 你问他 他才会告诉你 他不会主动告诉你 对 那如果我们在纽西兰 常常遇到就是 有些人就会很主动跟我说 我就毛利人啊 你有没有想要跟我聊天之类的 那这就很有趣 很主动 会蛮主动的 当然就是要看是乡下地区 还是是都市 像奥克兰的话 他就 他给我们感受到的氛围 其实已经变成是表演之后 表演给观察看 然后就没有多的互动 那如果到罗托鲁瓦去的话 因为是想下 所以他们那里的人 反而比较乐于share给你 跟你分享他们的心情 那我们这次有遇到 在那边当地 就是在当地的幼教老师 然后刚好是华人 可以用中文对话 那他就有提到说 在当地的话 他们的学生啊 通常都是要学习毛利语的 你说不管是不是 原住民的学生都要学 对对对 不管是谁都要学毛利语 那他们的图书馆里面 或者是博物馆里面 都会有毛利语的翻译 这就是很帮助他们的文化 可以继续的传承保留 那在反观台湾 因为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太多 每个人又讲不一样话 所以在这一块 可能就比较难保留下来 相信这个你应该有很大的感触嘛 我整整写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谈论他 这个他们对于这个族群融合的部分 做得非常好 对他们族群做得非常好 即使不是原住民的这个后代 但是他们还是要认识 他们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的文化嘛 对 然后他们也不会有说 为什么我不是原住民 我还要学你的文化这种态度 他们反而觉得说 这就是纽西兰啊布兰呢 他们会是这样的想法 对 那你这一趟下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 或者是有改变 或者是影响你哪些想法吗 影响你最大的想法是 我渐渐爱上台湾 其实出去走一走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想念台湾的每一件事情 你会把它拿 一定会做比较 但是做比较之后 你就会开始反观 我今天花了钱出国 我是不是没有看到台湾 真正值得我自己去欣赏的地方 是 那我反而会之后想要计划 就是留在台湾 观察台湾的更小的细节 比如说现在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 还有我身边的家人们遇到什么问题 出去走一趟回来 反而会想要知道台湾自己的事情 是 就更认识自己的国家 对 更看重自己的国家 我并不觉得台湾比较不好 因为我同学大家都说 我要离开台湾 我讨厌台湾 台湾是鬼岛 可是出去玩以后 我反而觉得台湾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们跟印度的学生聊过 跟德国学生聊过 发现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不错的 只是还没有那么的好 那期待像我们这些学生们 长大以后可以投入那些计划 然后慢慢一起把台湾变得更好 那你在当地看到他们 这个在推广这个 原住民文化的部分呢 你自己呢 有没有改变一些 可能以后也想要做的事情 对啊 就是我以后还会往 就是走回原住民这一块 因为他们当初推广原住民文化的是 一位医生跟一位律师 然后他们跟那个国家的 就是跟英国政府进行各种沟通 那我觉得台湾不需要经历这一块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在推了 那是不是我可以把我现在看到 学到的东西 跟这份感动 继续变成我的热忱跟动力 继续走原住民文化这一块 是哦 你以后这个毕业之后 就想要从事原住民文化这一块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我本身是自己是法律系的 所以我以后也会往帮助原住民的 有关于法律方面的东西 是 OK 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的是成功大学 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吴燕心 跟我分享他日前呢 跟同学两个人 一起到纽西兰国际体验的经验 那么呢 他们是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分别走访了纽西兰的奥克兰 以及威灵顿等几个地方 那么在行程当中 他们不但深入体验当地的原住民文化 而且呢 还透过所谓的穷游方式哦 以最节省旅费的旅游方法 来完成这趟旅程 那么今天在单元的最后呢 要再次谢谢燕心哦 跟我们分享他撞游纽西兰的经验 那么祝福您 未来一切顺利哦 谢谢您哦 谢谢大家